你大能似我力氣 在你真心之中全盛奉入你 人生很有趣 你是會在一個你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一些你處理不到的事情 我自己很藏在自己 我不想見人 我不想跟別人說話 帶我們繼續聽你在溫哥華生活的點滴 因為當初我真的沒想過真的能進行上班 最初我本身想進行Montreal 公司的Montreal那部分不收我 但是溫哥華收我 所以其實我進行上班的時候 我是在兩個星期當我知道了我有這個機會 然後我飛去其實是兩個星期就發生了 超級趕 超級趕 又是對我的家人 對我的太太其實是很驚訝的 但是當我去到溫哥的時候 其實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真的在做一樣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事情 我也記得那時候我想有個願望 就是我想做荷里活電影 就是40歲之前做到就好了 我沒有想過真的這麼快就可以去到 所以其實開頭那半年 雖然是我自己先飛過去 太太留在多倫多 然後我就是不斷地學新的東西 學做荷里活的打燈 之後有機會學一些特技的東西 每一天其實我是在做自己非常喜歡的事情 因為我是非常喜歡看電影 我想問你你在那時候 你的開心是否很興奮 很久了 開頭是很興奮的 因為你真的正確地做到自己很想做的事情 但是一久了 過了幾個星期之後 你就面對了現實 因為始終我真的已經結婚了 我真的有一個老婆 然後你每天下班的時候 其實你會想跟太太有講電話聯繫 但是始終溫哥華和多倫多是有個時差的 所以其實by the time 他下班 我們聊電話的時候 就是我看著他吃東西 然後我就臨睡 所以其實那些時間是很... 開頭還有很多話題 可能還會說我今天吃什麼 上班怎樣怎樣 但是如果久而久之 每天都是講電話 每天都是重複那個模式 其實始終開頭 我自己一個人去了另一個城市 其實有很多情緒 在工作上遇到不同的事情 又或者是... 在城市遇到的那些遭遇 不是每天都想說話的 我真的不是每天都有心情講電話 但是因為你去到... 要講視訊號的時候 你又不會經常都很不開心的 所以其實你是有一種疲倦 你不... 又不忍心不叫 有一點交功課的感覺 去一個點其實是 真的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去一個點真的會有一種交功課 因為其實你的心是想 我這一刻真的不想說話 我想躲起來 我想霸起房門 但是這個是很多男人 即是在公司受了壓力 他要一個外出 自然就回到家不想說話 是啊 即是男人有一個冷靜時段 其實他有那個時段 跟沒有那個時段 相差很遠 哈哈哈哈 但是你沒辦法 因為結婚之後才來長時間 是不是 所以你要維繫那個婚姻 所以其實很委屈太太 因為無端端 我只追夢想 其實他是支持我那個 即是 他是付出多過我 所以其實是非常多謝他 那你們這個情況 維持了多久 因為始終都是很辛苦 對不對 一個人在那邊 我們都維持了半年 半年之後 他都有一個叫 他都跟著我過來找郭華 但其實你以為大家一起 在同一個城市 好像很開心 繼續 那些什麼 大團圓結局 繼續去追我的夢 那時候就 我想人生很有趣 你是會在一個 你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什麼時候的 項目裡面 發生一些你無法處理的事情 即是我太太一來到 幾個星期 她又開始有長期病患 之後可能多說一點 而其實剛好她過來 她有病的時候 也都是我原本我做開打燈的 我剛好有機會 我轉去做特技 而特技和亮燈有兩樣不同 我本身是一個藝術的人 我自稱是一個做藝術的人 所以其實你想的就是 我做得更好一點就可以了 但是我做特技 一開始其實是很多技術的 意思是什麼 譬如我有很多一些 我要做的東西 我要加入一些program的東西 寫scripting 很多math 就是我整個explosions 其實中間我要設定一些 simulation 其實很多是用了不同邊的路 所以其實一開始 我在工作上面 我遇到一個機會 一個transition 但是同一時間 家裡又發生了一件 很需要我去用很多時間去照顧的事 那是不是很刺激 因為你剛好才可以碰到 你很想做的animation 還要是 你知道越來越多的需求 就是做這些特技的事 但是同一時間 你又要在家裡跟你老婆相處 你還要照顧她 那你那個掙扎 是不是很困難 你兩邊都選不到這樣 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始終在公司裡不是很久 還有我真的剛剛開始做了另一個部份 其實我正正是很需要很多的專注 很多的時間 還有始終做荷里活戲 那個project的timing是很需要的 我試過我一個星期 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一個星期是做80個小時的工作 是可以的嗎 是啊 80個小時是很 standard 當一個show是crunch time的時候 80個小時是會發生的 但是同一時間 我太太其實在家裡很辛苦 因為她的病是怎樣的呢 她離了Wingowa之後 就有個磁峰濕關節炎 如果不知道什麼叫磁峰濕關節炎 就是一種免疫系統病 是自己打自己的關節的 那開頭發病的時候 她來得很突然 因為其實一向都是 因為我老婆給我關眼一點 然後我會經常病 她是經常都不病的人 所以當她發病的時候 我是很驚訝的 因為有時候我上班 我才知道原來 我每一早起床 她會全身僵硬 然後她的手好像黏了一張床褥 她是起不了身 譬如她起床想去洗手間 她之後告訴我 原來她用兩個小時的時間 才離開到床 她才可以開始到她的生活 然後 那病就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是去到一個位置 是她自己 無法照顧自己 她最差的時候 我是要幫她換衣服 我是要抱起她 因為其實她的關節 是打得她很厲害的 所以就是 你想像當時 我在工作上是需要薄殺 我要繼續去爭取表現 同時我家裡有很多牽掛 其實我聽到的就是 你是家裡工作兩邊馬 我猜在這個狀況下 其實你休息又不夠 可能壓力又大 你會不會都怕自己的情緒 會越來越差 或者自己都好像在一個困籠裡面 不知道多久 其實當時我沒有發現 但是直至我轉了做Netflix卡通片 簡單 我發覺自己有點不妥 因為其實我平時是一個 就是我很喜歡認識朋友 然後我去到新地方 很著弱 跟很多人打招呼的人 那我去到這間工作室 我想我每一天 我只是帶著耳筒 躲下頭做事 人家走過我桌子 會說 Hey Alex Good Morning 那些 那我就早上完之後 我不理人了 然後慢慢我發覺 我的同事 為什麼經常對我黑面呢 然後我就發覺 其實不是他對我黑面 是我黑面 就是我自己 很藏在自己 我不想見人 我不想跟別人說話 那一刻我就想起 那時候牧師跟我說過 如果你有這樣的情況 跟你平時的個性那麼不同 其實可能你是有瘋狂 那我立刻就跟導師聊天 然後他就說 是我想你需要找些幫助 所以那一刻開始我就發覺 原來自己的情緒是 去到一個… 自己都發… 沒有意識到 原來去到那麼差 即是醫療癌症 之後證實了 也是 是的 那你有沒有 如何在腦袋慢慢 尋求幫助 藥物 可能有 當時其實很幸運 我就遇到一些基督教的朋友 然後其中一個朋友 他是做輔導的 然後… 朋友之間就介紹 有一個很好的基督徒的心理醫生 那麼… 剛巧我可以見到他 那麼… 跟他工作了幾年之後 其實他幫我發現了很多入面的東西 因為其實… 在太太的遭遇上面 令我對自己… 我想對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體會 在跟太太的… 幫助他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畫面 是… 原來自己無法處理的 幾樣東西加起來 我… 原來我自己是很不開心 跳不出來 那時候你自己已經很不開心了 那你又要照顧太太 那你跟太太的相處有沒有困難 就是因為你自己已經很不開心 很不舒服 那你就要照顧一個 都是很不舒服 和很不開心的人 那… 你有沒有… 有什麼掙扎和困難 其實有的 因為… 一開始… 其實我跟我太太的相處 一向都是很甜蜜 因為大家性格都很配 那… 大家都算是開朗正面那些 那… 但當… 我工作時間很長 當這件的遭遇真的太大 他每天都是痛的時候 其實大家的情緒都很差 然後… 他又情緒很差 我又情緒很差 當大家有些很少的事情的時候 就不可以像之前那樣 好像很愛情 我們可以… 沒有事意 然後… 或者拆解了一些危機 有很多個時刻 我們會吵架 因為我們以前是不吵架的 不想用一種很惡的對方去對待大家 但是… 去到那個時刻 你… 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的情緒是引起你 你好像被情緒拯救了你 那… 其實那些位置… 那… 信仰其實是有什麼幫助的呢? 以前呢 我們怎樣去處理這些危機呢? 我們會一起祈禱的 那… 但是呢… 當… 大家都情緒很差的時候呢 我想我們兩個都發現了 原來天父好有趣 就是我們以前呢 我回教會呀 Bubble School呀 你都會知道 神與你同在 那時候我們都會祈禱的 譬如我都會和你祈禱 你很痛的時候 我求神呢 這一刻與你同在 天父呢 是… 是明白你的那個神 我想在這個經歷裡面 我們大家都明白了 天父多很多 嗯… 對信仰認識多深很多 嗯… 雖然… 嗯… 而我自己也都是 很記得某些經文 就是說 我以為我是靠近傷心的人 所以其實頭腦上面呢 我經常都跟自己說 或者跟太太說 我們現在很傷心了 所以天父在這裡 天父在這裡 嗯… 但是他又很搞笑 我太太又會問我一句 是呀他在這裡 那… 我不覺得他在做事 所以其實我們是 很深地去問一些 我們以前呢 可能在信仰上面 已經OK了的答案呢 我們在那段經歷裡面 我們慢慢明白多知 什麼叫神與你同在 哦神與你同在呢 是不是就是看著你 suffer 然後不做事呢 而我們發覺呢 原來 我們看不到天父做事呢 不代表他不做事的 我們feel不到他呢 不代表他 其實他不是派天使在你身邊的 所以其實是一個 嗯… 雖然我們兩個經常談 我們過去這幾年的經歷 嗯… 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我們遇到的遭遇 是很不開心的 就是你沒有可能說 我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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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 我感恩什麼… 我真的說不出這些 這些的說話 但是 那經歷是… 是很傷心 但是我們 過去的每一個畫面呢 其實天父也擺放了很多天使 去提升我們 他真的隨時地 擺放了一些人來幫助我們 嗯… Alexa 我知道呢 我們今天看到你來 你知道有Bang 那沒理由都不叫你唱歌 你都選了一首呢 你自己心裡很受感動的一首歌曲 和我們一起分享 那不如你現在和我們表演吧 好 這首歌叫天父 天父 天父 我全心感謝你 從荒野裡 你一手把我抱起 天父 我全心已榜你 你懷內 我得勇氣 天父 天父 我全心 感謝你 從不放棄 是你卻哭我心飛 天父 我全心已榜你 你大能 似我离弃 在你真心之中完全投入你 无止境的外奈找到自己 不理着世内众多声音 只要共定心意贴近 在你里面我找到真正爱的家 在你恩典之中全成拥入你 无解释的外奈与你一起 因你善爱着我的父亲 每步也跟我贴近 让我抛开牵挂心居于地心 我感激有你呼吁 天父 我全心感谢你 从不放弃 是你听透我心非 天父 我全心意帮你 你带能自我力气 在你真心之中全成拥入你 无止境的外奈找到自己 不理着世内众多声音 只要共你心意贴近 在你里面我找到真正爱的家 在你恩典之中全成拥入你 无解释的外奈与你一起 因你是爱着我的父亲 因你是爱着我的父亲 每步也跟我贴近 让我抛开牵挂心居于地心 在你恩典之中全成拥入你 在你真心之中全成拥入你 无止境的外奈找到自己 不畏惧世上众多问题 只要共你心意贴近 在你里面有春风自然爱的花 在你恩典之中全成拥入你 无解释的外奈与你一起 因你是爱着我的父亲 每步也跟我贴近 让我抛开牵挂心居于地心 我感激有你户入你 因你是爱着我的父亲 每步我跟你贴近 让我增开所困心 深深得你心 我感激有你户入你 我感激有你户入你 當然你的肩頭上是有些重擔的 你是不可以去得太盡 覺得現在做了這麼多年都穩定 小孩慢慢開始大 會想到現在在這個人生項目還追求什麼呢 不是沒有追過 是不是要繼續這樣追呢 如果我繼續這樣追 我要付出很多 記得Like了這條影片 在下面留言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見